我们在这边练习嘛 我们现在要带各位画 个子产品利润核须图 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核须图 第二核须图 来这个第三个动作 直接勾纸类别 它会自动放到类别 就是category 所以我们的值就是利润 所以请勾利润 它会自动放到值 sampling我就使用什么 使用订单预期 我要继续回来讲这个地方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像我们通常会希望 这个图的呈现 做一个分类化 所谓分类化 通常会这样子来去做比 就是说家具类归跟家具类的一个子类产品 一起比 好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家具类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继续教你另外一种图 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这样子比 它的意义是比较高的 所以接下来 我就要请你们学会画 交叉分析筛选器 请点空白的地方 是我方便可以去做图的 第二 请点视觉效果 里面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点了一下它之后 它会针对 如果我们接下来选择要放的栏位 它是类别 举例来说 假设我现在勾类别 它就出现三个 好 所以呢 三个动作 第一 空白地方点 叫第二 选 视觉效果的 交叉分析筛选器 第三 勾选类别 然后 接下来 你 针对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的 一个应用 如果我只想看 家具类 那么 所有的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四图 全部改的 通通都是在 讲 家具 好 所以这点请你知道 如何让交叉分析筛选器出现 出现 全选 一 在这一张交叉分析筛选器 这张图上面点一下 二 设定 设定 视觉效果 设定 效果的 格式 然后 视觉效果 就第三 视觉效果里面的 交叉分析筛选器 设定 请把这个打开来 然后 第四 选取项目 第五 这边就会多了一个全选 那建议你 以 扫措进行多重选 关掉 这边 这边因为 到进阶再了解好了 那我们 在这个地方 类别 是不是就看到 这边就多了一个全选 你可以测试一下 当我勾选了全选 三个都打勾 好 那当我 再勾一次全选 就三个都没有选 这时候我再去点 加剧 也就是说 这个叫做 选取到 加剧 主类 那这个图是 不 实心 没有实心 全选 没有实心 它代表 部分 选取 好 那比如说删掉 这张我先删掉 然后 这张已经做好了吗 而且大家都会做 所以 复制它 贴上 然后把它搬过 过来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就 这个 这本来就是 用泡泡散布图来去画的 其实它主要就是类别 像类别的话 我们来去画的是什么呢 好 我们那个时候画的是类别 就是产品的组类别 然后接下来 它的一个图例 这个Legin 叫图例 Legin 就是我用的是年 来去画 好 所以2013到2017 有五年 然后 接下来我们有销售额 跟利润 就是 X轴质销售额 Y轴质利润 那 因为它是要画 大小的区分 好 所以 我们可以 例如说 再放一个 一个叫数量进去 来 请把数量 塞到size 里面 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同样都是 家具 同样都是家具 然后 它的 这家公司的经营策略 不管你怎么画 反正就是左下到右上 好 我们现在要来画地图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全选 好 直接 从 这个地方 就是 其他视觉效果 复制 复制 然后 贴 贴到 这个地图热点 这边贴上 只是 你要换什么东西 你要换 它的 就是 交叉分析筛选器 唯一就只有一个栏位 叫做值 就是栏位 就请你把 看你要放什么 像我现在 我放的是 订单日期 那我们现在 来先画 地图 好 第一 第一 空白 空白地方 点一下 第二 点选 点选 地图 可是 我现在希望 请你不要点地图 直接 勾 程式 我先把 这张地图 先放大 你就会发现 它现在画的都是 这个地区 我第一个想要教你的 就是说 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它可以放大 所以 如何放大 解释 就是你现在 你要学会的 就是用滚轮 往外推 就放大了 所以 现在 麻烦请 练习一下 把那个地图 放大 那有时候 我们会想要看说 这个程式的 销售 利润率 所以呢 我们 可以 刻意的去 去把 这个原点啊 例如说 大小 透过 那个 利润的 高 低 来去呈现 好 所以 这个 圆点 这个圆点 代表 这一个 城市 这个城市呢 如果说 利润 高 我希望 它这个 圆圈圈 变大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在这个地方 因为是地图嘛 地图 它这里面 有一个叫做 泡泡大小 就是那个 圆圈圈的 大小 麻烦 请勾 利润 它会 自动 跑去 泡泡大小 那你这边 你就会发现到 它又跑掉了 所以你又 游标 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放大 你可能还要 透过那个 滑鼠左键 按住 然后往左边 拖翼 你会不会 希望说 这个 这个比例 能不能 不要动来动去 地图的比例 就让它锁定 不要在那边 一直自动 放大 缩小 好 那怎么做到 这件事情 首先 你要先调整好 大小 第一件事 那什么地方 是重点 就是点 最多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看的 好 调整好 这样大小 我就希望它锁定 不要再动来动去了 所以怎么去 固定住 这个地图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样是格式 格式 视觉效果 格式 好 第三 请点 视觉效果的 地图设定 然后控制项 第四 控制项 然后呢 这边自动桌放 请关掉 好 你看像现在 我再选2015年 然后2014年关掉 它不会再动来动 会动的是 里面圈圈的大小 会被修改 所以我想要再教你们一招 就是视觉化地图 销售额利润率 低于12% 我就把它变成红色 我想知道 哪几个城市 有销售利润率过低 这件事 那这时候 其实我们就很适合用视觉化来呈现这件事 好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首先 一 选到地图 二 一样也是视觉效果的得势 三 泡泡 色彩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预设的颜色 这边 这个fx就是我可以写程式写函数进去 来点选这个fx 那我希望用两个不同颜色来去标记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颜色 这个用哪一个栏位作为基础 就是销售额利润率 所以请把这个这个地方这个栏位好 往下的三角形点一下改成订单2013的销售额利润率 那我是不是希望说0.12以下用红色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小值改成制定 请输入 0.119 改成 红色 因为我们要凸显问题嘛 也就是说 小于0.119的 我就是要标红色 其他就随便 它都是 红色开始一直到蓝色 好了 确定 所以 这边的意思是什么 2017年 很多很多很多城市 小于 小于 0.12 就是把那个 呃 视觉化的效果嘛 色为0.1以下的色为红色 所以 怎么做 来点一下它 我们现在要学会的是 修改 视觉化 视觉化里面的色彩 好 第一 点一下 这张地图 第二 视觉效果的 这个 设定 视觉效果的格式 里面的 泡泡 里面的 色彩 第四个动作 色彩 里面我要选这个 fx哦 不要点这个橡皮叉 好 请点这个 fx 然后请把这个改成 0.0 0.99 它就是接近 0.1啦 好 确定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容易比较了 好像没什么 变化 就是 每一个城市的销售率 销售的利润率其实都蛮低 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城市 它是 它是 相对的 就是销售利润率是高的 好 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 因为 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会再继续往下降 例如说 我们先解决最多的问题 所以我会去找那个 会去找 找那个 比较大 比较大的营群圈 而且呢 它所呈现出来的 那个销售利润率要是比较低的 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 这张地图会附一张资料表 就是 以下的动作你可以暂时不跟 不跟着做 这张我就先伸掉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这张资料表 我们会伴随有一个资料 这张地图啊 我会伴随有一个资料表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画资料表 它当然就是去画什么 各城市 水沟 城市 各城市 然后因为我是销售利润率 我主要是要去看销售利润率低 所以我会把它 递增排序 这是递减 所以再点一下这个三角形 它就变递增了 哦 所以 还蛮高的 那个销售利润率 零以下的就很多了 光零以下的就很多了 有看到哦 好吧 那 那我们就来画零以下 好 例如说 点这张图 现在你要跟着我做了哦 点这一张图 然后 格式 泡泡 色彩 fx 因为这做了好多次了 然后 请把它改成 零 就是 这个最小值 零 就代表说零以下了 确定 确实有一些改变了 像这个 这个点 它变成蓝色了嘛 然后 2016年呢 把2017年关掉 好 你看这南通 就变成 这是上海 因为南通变小了 可是这边是上海 上海变大了 但是它颜色是有点偏 那个红色到蓝色之间 好 那以上 地图的画法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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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